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芒果布丁 我们用两个新鲜的芒果 还有一包Gelatin 再加上牛奶、砂糖 我们可以做成六份 就像餐馆里饭后甜点那样的分量 六份 Gelatin的用量呢 你可以参照上面写的 它写的很清楚 只是每个品牌可能它会有差异 你就根据你自己买的去做 我们先用一个大容器 里面放上50cc左右的水 然后把这包Gelatin放进去 拌匀它先 放两个TB的糖 用糖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和芒果的酸甜度上下调整 然后加入滚水 慢慢搅拌它 水的总量在100cc左右 开水、冷水各一半 你也可以让冷水稍微少一点 开水稍微多一点 这样慢慢搅拌 这样大约搅个一到两分钟之间 我们下这个淡奶 150cc 再给它搅匀 液体这个时候 一定要先放下Gelatin里面 让它稀释一下 之前好也自作聪明过 想说把牛奶啊这些 放在芒果里一起打 这样芒果就不会那么稠嘛 打起来好打 然后倒出来的时候 又方便又不太浪费 结果呢转过头来Gelatin就冻住了 所以要把液体分分开两边放 Gelatin里面放一点 留一些给芒果 芒果这样贴着它的盒切开 找个大勺子 贴着芒果的皮 把肉刮出来 刮干净糖 倒入100cc的牛奶 给它打成泥 然后一起会浓到这个碗里 再一次拌匀糖 装入容器 包上保鲜膜 放置冰箱 放置冰箱 两个小时就很保险了 做布丁好 主要是Gelatin和液体的比例 至于放多少鲜奶 淡奶 或者说有人喜欢放Wipping Cream 还有人会放淡的 都随你的喜好 好来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